尊敬的各位领导 先生们 女士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第七号选手 我叫包骑士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在我的世界里 天下应该怎么样成为一个家 中国民族英雄 林泽许先生 有一句名言说得好 海纳白川 有荣来大 这句话就是在我训目中 天下求的一家最重要的绝标 中国 在中国 人们一直以和谐为美 而真正的和谐就是包容 我美丽的家乡马来西亚 是一个有着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的国家 多少年来 不同种族之间都和互相处 互相包容 共同发展 共同创建了这个美好的家园 是什么把不同的肤色聚集到一起 是什么把不同的宗教联系到一起 又是什么把不同的文化融合到一起 没错 就是包容 天上要成为一家最不可缺的就是包容 包容是力量的阶梯 包容是进步的阶梯 包容更是成功的阶梯 谢谢大家 老师你好 你学习中文多久了 到六年级 到六年级 就是一年级到六年级 一年级到六年级 中学没有在学习吗 中学没有 那你是读华校吗 小学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那现在是在大学里面学中文 还是有 在大学 有选修这个中文 没有 我在大学是拿建筑屋的课程 建筑屋的课程 对 但是有这个兴趣 就有这个 有开办这个课程 所以你就去学习 再重新的学习和牛队吗 对 那老师在教你的时候 有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吗 没有 老师教的很好 老师教的很好 那你在家里有没有说中文 对 我跟我的兄弟姐妹 说华语 说华语 因为要把我的华语的 把我的华语提升 那他们也是在 小学有学 他们也是在学华语 学华语 也是学 那你觉得 如果要跟 就是学了汉语以后 跟其他的 华人沟通的话 会不会比较方便 又能够促进 彼此间的感情了解 对 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 跟华人做朋友 做个满 因为我喜欢跟他们 他们有不同的方向 所以我不要 我本身都有自己的 很多华人朋友 不过现在 再见 再见